从久坐不动到开始接触有氧运动 初期对于减肥会有很棒的效果 但是当身体适应了强度以后 这样子的效果就会慢慢降下来了 有氧运动是整体运动强度低的运动 并且消耗的热量也不够多 加上许多人都是长时间定速 同样项目去运动 就有研究显示 到六周之后 如果你还是保持这样的运动习惯 就会达到一个瓶颈卡关 效果就不会再有了 当你感觉到进行有氧运动时 不再像初期一样疲劳紧绷 就表示你的心血管能力已经提升了 具备更好的体能 同时也提醒你 这个时候你要开始接触强度更高的运动 才能达到减肥的目的 越活越回春 让乐灵成真 我来说 你来听 相信除了滑手机 你还有更好的选择 每天花几分钟 跟我一起变健康 一刻精选 好知识就在耳边